在观音下面是求色求丢这一块对丝花的设计这个笼 这个笼排下去之后也是一个深浅的一个起伏变化 下面是设计一个烙花 最终的目的还是把这个丝花求出来 大概的一个思路就是根据六子的这个修巢 还有上面这个丝花 这了解 还有这个印为啥做这个观音了 这是一个私人静置的一个用客户的一个要求 做的一个观音 这个六字它上面比较大下面小 到时候设计完之后取笼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色 这个色到时候我会勒进去 勒进去把笼做的比较利益的感觉 是这个六字柴的这种感觉 包括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笼就是笼的这种起伏 拆叉这个水给笼的尾巴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是丢客它不光是一个六字 不光是一个奏型 也要跟六字也要结合起来 奏型它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处理六字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是有时候处理六字的意义 大于这个奏型的意义 有些如果说高品质的六字 六字处理不好 上面的新枯的最好也没用 做的观众要保这个六字的 第一个这种我们专业的叫做起色 还有一种就是起水 这个要提水 怎么去把它的翡翠的美感 就是水头 包括这个肿的那种感觉 它最大化 美感 这个要一步一步去更进 现在是一个初步的设计宝 初步的设计宝 这个作品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这个作品的名字就是一个寨观音 还有一个就是龙观音也行 龙观音 这有个龙头 这是个龙 下面烙花 就是把这个翘色把它提出来 做成翘色巧雕 翘色巧雕 因为这个是私人定制的 私人定制的这个 反正是我们这个设计的理念 它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看在每个六都就是画同样的东西 根据不同的六字 设计不同的方案 每个六字设计一个方案 这样是吧 比如说咱们每一个这个料子 就像你说的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 根据料子来做一个单独的设计方案 对吧 对 所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弯 对对对 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弯的 是六字决定题材 不是题材决定六字 哦 是料子决定题材 学会了这一点 嗯 好 那我看下边好像还有 一件作品 好 那你拿起来一起分享一下 好 这个是做的一个 这个女人起 嗯 这是一个人起的一个这个 这个重立起的这个起 这个也是一个求色求救的 巧色巧的 嗯 它这个也后面这一个 这是一个打磨开流子 打磨开的滑屁 滑屁 滑屁 这个里面现在是 是没打磨一打磨 这个肉是很细很白的 这个滑跟这个白它的 衬托它的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 很强的 嗯 对 对 对 这个首先我们 我们考虑的 它曝光是这个人起的奏型 人起的奏型它是其次 对 因为奏型也要考虑 但是要考虑怎么去跟这个六子结合 对 这个六子结合完美度怎么样 对 还要考虑到这个 这个颅空下去之后 这个这个滑的这种感觉 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有求 嗯 包括这个 这个 不要看这个 只是个人起 这个人起的后面的 偷的什么程度 这个人起的这个 玉 玉美人 精灵气透的那种玉感 玉的质感要出来 因为说 如果只要看人起的话 也有木头的 是不是 也有泥素的 但是为啥 唯独玉的也好看了 玉它有这个特质 特征 特征就是玉 润 润 润 涼 涼 它这个润的这个东西 那不是玻璃啊 其他的材质能体现的 玉的这有 它就是特有的 那个 尤其还这是翡翠 翡翠除了这种 光的这种海光感 跟其他的玉质是不一样的 为啥翠成为玉珍之王 对 它的这个 给人的一种 用味感是 比其他玉更强 是的 是的 噢 这确实是对玉珍的 来了 咱们仔细地看一下 翘色桥雕 把真正的翘色利用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纯手工雕刻 那这个几掉不了 对这个几掉不了 这是几掉不了 这个因为是形状也不规则 因为它是镂空的 是的 嗯 你看这个 你看里面你看 里面这都是一点点 往里面掏 对 应该掏的公斤 你看 对对对 全面露空 这就是掏一遍画一遍 掏一遍画一遍 要不断地去画 这些现在细节 像这些东西还不到位 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要一层一层往下一样 因为这个翡翠不像泥的 泥的你多了 打一点 手了可以牵一点上去 对 这样的东西磨手了就手了 之所以你如果做精的话 都能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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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永莱锐利师的预雕师梁云强 非常感谢跟大家能一起见面 有时间我们一起来封销这个预雕 就是尤其雕刻这一方面 包括就是这个六子的应用 还有一个怎么去 接近这个六子的一个好坏 以及他的这个 说有没有书草价值这些 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 短视频可以我们一起焦虑学习 有不足的技法 大家也可以指出了我们 不断去改进 不断去提升 一起学习